我是高教公民的秘书长 很高兴多谢大家来临今天高教公民的正式的成立仪式和我们的研讨会 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黄卫伦博士在赶紧的士来 现在塞住在这个窩打路上 但我们都开始住先了 我们今天主要的活动就是有两节的研讨会 但因为第一次正式公开我们第一次活动 都希望趁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组织 未开始之前我们其实为什么会有高教公民这个组织呢 就是我都希望可以跟进两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高教界的议题 当然大家都知道近年高教界很多事情发生 也都有很多一些联盟关注组成立 但是我们认为始终有一个可以做得更加好的地方 就是一直都未必有一个团体一直长期持续跟进高教界政策 那我们很希望可以填补到这一边的空间 可以就着学术自由 学术自主 以至各种高教界的一些资源政策上面的问题 都可以长期持续关注做一些倡议 那这个是我们第一希望可以做到的工作 第二就是当然我们都希望对公民社会 对民主运动可以发挥到一些帮助一些助力 那希望在这个高教界能够团结到更加多的一些支持 自由民主的力量去为香港的民主运动出了分力 那所以我们会两条腿走路的 那我接下来就介绍一下我们几个主要的成员 第一位就是Alton 陈永静 你可以说一句 大家好 我是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那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Yale & U.S. College那里教人书的 那我本身就是Hong Kong U的PhD毕业 那我做老师就是陈祖威 那所以就香港的问题就是我一直都会继续关心的 那现在join my这个组织其实都是希望是一个持续一些的关注 还有可以有一些有组织的力量去为这个香港高教界再做多一点事 那需要大家的支持 Thank you 第二位 是的第二位 Larry 大家好 Larry 蓝卓斌 那我都是在港大政治系那里做 那我博士那个老师都是陈祖威教授 那我自己就想在这个 那我借着这个平台是推广我心目中觉得是香港人 关心我们自己成长生活的地方 就在我们自己那个社会或者工作崗位那里去做好自己 那有人曾经问过我说 和这个民主思路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那就跳了船就离开了 是的 那在这个新的平台新的位置上面就希望都得到大家的支持 多谢 大家好 大家好 都很熟悉的了 那就 为什么加这个组织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不同的组织 也有政党 或者其实在大学里面都是工会主席 或者甚至是民水效动 我想不同的身份 我想其实在整个公民社会 甚至在整个 就是 香港现在 月灾运动之后面对的一个状况就是说 其实 都要有不同 结范畴的一些活动 或者甚至是一些关注 是令到不单只是一个 就是高教界不单只是一个单日议题 其实高教界里面很多 甚至在这里都讲到就是说 特别一些年轻学者 这个年轻学者不是计年龄 其实就是计他们可能是在香港读完博士学位 那然后发觉到在香港他们可能是就业啦 找工啦 甚至他们研究课题啦 或者甚至他们升迁啦 或者甚至他们续约 各方面都受到很多不同的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所以他希望这个组织 起码在这个阶段里面 能够更加多香港本土的一些学者 能够是受到关注 令到他们觉得就是说 就算我在外国读完书回来 或者甚至在香港读完书回来 其实他们的能力啊 他们的表现啊 各样东西都应该受到一个公平的对待 那更加另一样东西就是说 希望高价格在整个公民社会里面呢 都应该有一个位置植位在那里 因为公民社会正正就是说百花齐放 多元化 不同家别 不同组织 他们的存在正正是为香港 现在 未来 继续去打拼 多谢各位 大家好 我是Brian 过了几年 或者一直以来 我参与民主运动的过程里面 做得比较多一些论述 或者是政策研究的工作会比较多 其实一直都是比较离地的 就没有很认真地去参与一些组织 或者一些行动的工作 我觉得现在都对我自己个人来说 是一次突破或者尝试 希望可以参与一个 可以是有组织力 可以有一个行动力的一个组织 希望未来大家都会继续支持我和高革公民 多谢大家 我是Joe 我以前是中学的老师 现在在教大学做教师培训 我在大学里面工作 我经常跟学生讲一句将来的老师 在我们学校里面怎样推广 怎样讲公义 怎样讲香港社会的问题 我参与是想告诉同学 其实作为老师 我们需要亲身参与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身教 告诉他们 如果我们在社会上有公义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参与本身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参与高革公民 大家好 K 林志恩 我之前都是在香港大学 我读政治系的 跟他们两个一样 那畢了业之后 其实就做了一段时间飘流教师 那就如刚才所说 其实有很多本地的 就是PhD的毕业生 其实他们本身有一段时间 可能都是会 没什么一个job security 那我自己都经历过这个情况 那另一样呢 就是为什么我会参加高革公民呢 就是因为现在呢 我就在智库那里做一些实用研究 和政策研究 那我也都觉得 其实香港研究 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 也都很重要的 那我希望高革公民 除了关注我们业界议题之外呢 也都会关注香港一些本土研究的发展的 大家好 叫我宋明 那就是比较年长的成员 应该在这里 那在理工教这个主要社会政策的 那我想我比较会专门是做政策研究 那比较长期就做医疗 最近就做土地房屋 那现在希望开展一些教育的研究 尤其是专上教育 那我相信 除了香港是极少人去做 因为大学体制的问题 很少人去做一些本土研究 那也希望鼓励本土的学者 是越来越多去关心香港的政治和社会发展 那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 关志健 那我本身是社工来的 那除了社工之外呢 都在城大这里有教书的 那也是搞 social work 辅导的科目 那今次参与 那觉得希望尽回自己一些基本的责任 那面对香港现在这么艰难的时间呢 那有两个事情要做的 第一就是要斗长命 和当权者斗长命 第二就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崗位 角色里面做好本分 那在大学里面教书的 同样一样呢 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那参与其中 就不是什么很伟大的工作 只不过是希望自己有的 作为公民有的责任就是去 fulfill 是 大家好 关委 关Vivian 那跟Ricky一样 其实都是社工 之前在社福界工作的 那加入了高教界 但是其实不太久 那现在就在成大的CCCU做公司 都是社工的课程 那希望其实都是 我相信都是要集结到不同的声音 才可以去和这个霸权去去 去赚过一个长短 那希望可以出了分力 那这样 好 谢谢 我们也要介绍一下 其实有几位资深的学者 做我们的顾问 因为我们的组合 主要是中清代为主 那我们都需要多些经验 多些有资历的前辈 指导我们的工作 那我们很高兴 也都很荣幸 找了四位资深的学者 去指导我们做我们的顾问 那当中有三位 今天都来到的 那包括 我都不需要多介绍了 陈建文博士 陈和迅博士 和罗永生博士 多谢新歌 好 还有一位就是黄文博先生 因为他不在香港 所以今天就来不了 那希望 我们很希望高校公民 可以团结不同世代 不同学科 不同院校的学者 为高教界尽一分力 我们最后一位资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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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深 если一位资深的资深 我们需要最后入口任 tentang资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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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深 danke Dominican 所以年輕的才是真正的高額界的華視人 我們當然有幾個一直都覺得相當重視都要做的 包括我自己來講 最重視都是那個年輕學者那個學校大學所遭受的待遇 賺食 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 總之我們沒有東西多的就是大學職員證多的 我檢查過我有四張不同大學的職員證 去不同的書店我是視乎哪間書店有哪間大學的職員證 馬上潛出來 例如商務就要潛中大 HKU當然要用回自己 CTU也是商務人馬上潛一張成大出來 那些全部都沒有收過 因為他也免得煩了 我問過 因為他收回來也有成本 反正你都經常備賣或要賣 不如給張你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有幾張 很正常 但這件事是非常反常 因為大學不應該有學者 有幾張職員證 流浪老師也不應該再存在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應該要做的 當然另一個就是 關乎打卡制 打卡制很多人都在做 但我們都很關注 我個人來說比較關注青年學者 那部分 因為我幸運 我的功是tenure track 即是說我三加三之後有機會 我已經很慚愧 整成五十歲 就押著一些位置 令到他們上不到去 所以我的目的是確保他們上去 將來 就不是我可以有得做 好 先謝謝大家 我還給Brian 我們可不可以幫忙拍一張合照 之後我們就開始這個程序 好難得我們做